为了要在灾害来临时做好防灾的应变准备 今天上午但水区公所在宫巴防灾公园 举办112年度的防灾公园收容安置士兵演练 局长表示宫巴防灾公园平时不仅是大家的休闲场所 在灾害来临时需要收容安置 更能够将设备变身成为安置装备 就像这次演练 把公园座椅的上盖拆下来就成了野外的吹噬台 搭配淡水商工餐饮科专业的料理 更为收容灾民带来五星级的收容享受 另外我们有创意的部分是 我们有一顿照样课开发了造势的座椅 这个瓶椅是一个椅子 它正在收容的时候需要一个主食的时候 椅子先开可以放锅可以放炉子来这里开火 各位可以看到现场真的是一个五星级的设施 它不只是有很好的这些收容的处所 这个寝区 还有包括我们心灵抚慰区 还有包括我们动物的收容区等等 都非常贴心 区长表示这一次除了区公所 包括了学校警校卫生所 质量水公司 清洁队等各单位之外 还有民间企业宗教团体 理防灾社区 幼儿园及民间志工团体 共同参与演练都藉由这次的灾害发生演练 让横向联系沟通组织强化 而旅长与防灾社区也都加入了士兵演练的行列 让第一时间的自救也成为防灾的重要一环 非常感谢淡水区公所让我们郑德里有参与 这一次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参加这个演练 那我们都知道 多一份防灾的医事就少一份灾害 那我们政府单位的一个资源有限 名利无求 那透过这个灾防的一个演练 也让我们的郑德里民的对防灾的意识有优手提升 旅长表示 这次带着里内的居民还有志工来参与演练 将这一次的成果带到里内 也让里民可以学习 将防灾观念带进社区 而对于这一次的公所编组的防灾收容情境演练 不仅是大量的帐篷收容区 还有完善的物资供应与民生用水服务 就连最重要的食物都使用了新鲜食材 结合淡水商工餐饮科专业的烹煮料理 不仅是让瘦龙民众可以填饱肚子 还可以吃出满满的幸福感 记者许多安逸淡水采访报道 加油 加油